新闻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 台湾的各大报再见的头版头消息 中国时报的部分报道的是 真的是破天荒 因为新北市的淡水渡船码头 竟然遭到大陆级的男子驾小艇闯上岸 这是一名陆级的软性男子声称 他要投奔自由 8号这一天从大陆福建宁德市的渔港出发 驾驶快艇9号上午的时候抵达淡水外海 在渡船码头上岸之后请路人报案 海巡署这才赶往扣船抓人 海巡署现在被外界批评 竟然向首都圈的门户洞开 不过海巡方面则强调 在淡水外海发现该船就已经做了全程的监控 国安单位现在已经下令调查 并且检讨海巡署跟海军处分失职的人员 但是进一步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到 这回发生这件事情引发所谓的国安疑虑 但是其实几十年来 大陆偷渡来台的人数依照两岸经济发展 还有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 30年前最多有6000多名的大陆偷渡客 好近年已经低到只剩下个位数了 然而有别于过去 大陆的偷渡客多半都是从厦门前往金门 近年来陆续被发现 从福建的平潭出发的偷渡船艇 除了这回破天蝗虫淡水上岸之外 在2021年也有从台中港上岸的例子 接下来还要来看到这个是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日前接受了这个旺报的专访指出 抛出希望海基会的人员能够附路交流 从中层的干部 例如像是科长等等 从采取混团的方式来踏出第一步 有一位前两岸事务官员指出 可以善用台旅会驻大陆办事处的角色 因为驻陆的驻陆办人员具有正式的公务人员身份 而且职级高于科长 或者可以是跟着台旅会本部观光署的人员一同附路 又或者可以尝试自由行的身份附路 拜会台旅会 如果台旅会正式公务人员可以到达北京上海 那么为什么非公务人员的海基会不行呢 我们下期见